是 失礼了 是 来到我们赵家 那些礼数就忘掉吧 好 见过老冬家 老冬家 赵兄 我白文焕 来替三边的百姓求你们来了 那说求就见外了 什么事 麦良 我独立有一辆山北海 缓缓的街坊 超大塞 楼南刮备车的 是缺热的烦 不怕出兄弟子 赵先生 顺着这条沟啊 再走三十里 就到三边地界了 好 二位兄弟 赵元在此刻里面别过了 希望紧记同盟会之痛 在黄土地上驱出大墓 再造中华 再造中华 垃圾 炸四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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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哪天下雪呀 这天机啊不可泄荣 该下的时候自然就下了 我看你啊 就是个混吃混喝的骗子 不 算命的 确实算命的 过来来 变得不错 走吧走吧 钱大人 钱大人 把人换回来了吗 周府即见 什么事啊 革命党人在湖北的武昌 造反以后全国形势大乱 朝廷除了派兵镇压以外 严令各地缉拿乱党 三边有乱党吗 要说没有 也没有 不过要说有的话也有 求 我是怕乱党没到三边 三边就已经被鸡民搞乱了 好 白云换有消息吗 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他上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啊 手里要有了粮 三边就稳固了 对吧 八里的哥哥凉凉 山上摘的那是个谁 那就是个那要命的个儿小妹妹 二小妹妹妹妹 这年景饿得人说话都不敢大声说了 这怀疑还虎得物性添油 这真是副好身本啊 这算啥呀 你要稍往城南的小馆部家跑两趟 你喊了嗓子肯定比我还大 笑什么呀笑 碰上这么个灾年 凤阴减免凤凉减吧 再没个婆爷热乎热乎 这日子怎么过呀他 哎呀你就别哭穷了 白爷这不是从山西把粮食买来了吗 还愁不能把那凤粮给补上 我像这苦日子啊 还得再过些日子呢 呦白爷您的意思是 今年赶那是大灾之年的 咱们好歹啊还有一半那凤粮呢 可苦就苦了那帮装户人家了 县城里每天都得饿死个三十五十人的 白爷您的意思是 这笔粮食约回去之后啊 一粒都不能乱动 开粥棚 赈灾民 我知道您是菩萨心肠 可前县令那能答应吗 不答应也得答应 这批粮食运回去之后 谁都不能乱动 谁要是敢动一颗粮食 我白文焕绝不答应 下 老汉 老汉 客官来了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 老汉 桂花绸酒有没有啊 有有 来 请坐请坐 挑上好的来两坛子 好了好了好了好嘞 好嘞 来来 挑火 等车 坐 来 上等的桂花绸酒两坛 快点啊 好嘞 来来来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衙门人 咋成这个灾花年 三边县到处都是拦路抢劫的 一般的客商 任何饶过着入走 又不敢过着三边县呢 要不是衙门的官爷 谁敢大摇大摆的 押着货物上路啊 车上押的 都是贵重货物吧 车上押的是 都是现代爷啊 从省城里拉回来的书 有四叔也有五经 不能吃也不能喝 老汉 赶紧拿酒去 好好好 小胡 手机要麻利点啊 老汉 你这是什么酒啊 正宗的桂花丑酒 怎么客官 虾这酒味不够浓啊 不是不够浓 是太浓了 浓到都有一股蒙寒药的味道了 是像的马上给我滚蛋 大义饶你们一条狗命 这俩人的刁民 衙门的东西还敢抢 抢的就是狗瓜的东西 好大的口气啊 老话说干什么呀像什么 你看你出来劫道也不穿一身像样的衣裳 连你底下的东西都快露出来了 扫我 来 帅哥 撤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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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啊 天高地厚古金铜 三清水修两相逢 敢问大爷名号 三排梁大鹏 哎呀原来是三爷啊 吃惊吃惊 这官爷是我的朋友 你们就别为难他了 你看三爷不是小的为难他吗 家里边老大说话了 这两天收成不好 让弟兄们手脚勤快点 哥老会最讲究的是个义字 就算饿死也不能在朋友身上下属 这桩买卖你们就别管了 龙头大爷那边 回头我负责回话 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三边县护房总管 白文化 你白爷 呦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白爷 小的有眼无珠 十里了 幸会 幸会 十里 兄弟 有眼无珠没关系 关键是别有珠无眼 那就麻烦了 哥 我今天咋看去怎么都觉得你不太对劲 你 你 你辩子他 别提了 刚入陕西 没走多远哪 就碰到革命党人 他们非要留下这些粮食 革命党人 武昌城反朝廷起事后 全国都在闹革命党 我一看人家人多 又有枪炮 打是打不过了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那里旱灾 饿死了好多人 就等着这些粮食救命了 那些革命党人哪 倒也是好人 就犯过了我们 不过 临走的时候 就把我的辫子给剪了 哥 大清戒律 没辫子可是要砍头的 我能不知道吗 但是当时保命要紧 上方啊 你说现在 一路之上我看到了 听到了 大清的江山 是不是快保不住了 同人没活路了 这世道是该便便了 皇军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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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还追上来了 怎么着 还想接着灌我迷魂药啊 小人有眼无珠 官爷不要见怪 刚才官爷救了我孙子一命 小的无意暴打 给官爷磕头了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给我磕头 这不明显着折我杨寿吗 快起来吧 起来吧 官爷 小的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啊 刚才听说 官爷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大爷 我想我孩子又救了 我想求白大爷认他干儿子 哥 运气不错 出门就捡个大儿子 胡闹 哪有到处认干爹的 不叫 这孩子三蛋单传的也跟毒苗苗啊 我老了 没几天活头了 不把他安顿好 我死了 也没脸见他的爹娘啊 老汉 你可想清楚了啊 我也是个穷人 这娃要是跟了我 可是想不了什么轻浮的 你拿大当牛做马 没得埋怨 只要有口饭吃 别饿死就行 哥 这娃怪可怜的 帮人咱就帮到底 你就收下吧 我也多个大侄子 好吧 那这样 让这娃跟着我 我给他在衙门里啊 找一个饿不死的差事 小虎 快给你干爹磕头 干爹 起来吧 起来吧 武坤 给这娃找匹马上他骑着 好 老汉 回去吧 放心吧 好 骑白爷爷 走 骑白爷爷 武坤 武坤 一三岳 皇后一将到三岐 用铃水开大路走 用缘去走排清泉 快点啊 来走 抓紧干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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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这边吧 抓紧干了 这边 这边 大爷 前县里和胡大人来了 哪儿了 刚进院门 白贤弟 前大人 白贤弟 你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敢问白贤弟 这些粮食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这 大人 这才是第一批呢 后边几批 会陆陆续续地运到三边来 好好好 那 那我这就为你白酒接风 好 谢大人 不但买到了粮食 而且安全地运回来了 可是前大人 我这个辫子 和这功劳相比 你这辫子丢了 值 辫子没了 他还可以再长出来吗 你这罪我给你免了 嗯 前大人 这次我们熟了有了粮食 就可以把前弟兄们的粮饷发下去 他们就有力气抓革命党人了 前大人 这批粮食不能作为粮饷 为什么 前大人 我们当差的不管怎么说 还有一半的分量 不管怎么说吧 不注意饿死 可是老百姓呢 再没有这批粮食 眼睁睁的就要饿死了 如果这批粮食不发给老百姓 遭灭 那当差的饿着肚子 他有力气和心思去抓革命党人吗 这上面要是灌走下来 那是要杀头的你知道吗 灾民要是造反也要杀头的 我就搞不明白了 这革命党人怎么了 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你说这革命党人重要 还是放粮食重要 不是 你给他一次两次粮食那无济于事 你能管他们一辈子吗 救赞一次是一次 救活一个人是一个人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饿死吗 钱大人怎么办 钱大人的前途怎么办 钱大人跟你不一样 钱大人不是那种见灵妄议的小人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什么意思你 都消消气 都消消气 有话好好商量吧 不大人 不过文幻说的也有道理 这围观一刃造福一方 我同意 这批粮振济灾民 你就好好在这守着 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就敲这个炉 我马上就来接应你 知道吧 知道了 那会有什么风吹草动啊 咱们这是关护 不会有人进来的 除了耗子 记好了 要是有人敲门 千万别开啊 那要是我干爹回来了呢 那当然要开了 知道了 好 岳州山高出头好 好还处在那辽山上 辽山上 有一笔打打枪 好 好 好 你别别打枪 嗨 不如这男女刷刀枪 搅到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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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不开地 送二呀 干什么来呢 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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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这 又喊又叫又闹的 你喝多了 没没喝多了 牙齿都弄回来了 弄回来了 弄回来多少 要多少有多少 嫁给我吧 谁说要嫁给你啊 咱不是说 说好了的吗 你怎么反 反悔啊 那 那 那不行 咱们还得再 再 再说一次 当着大伙那边 我得跟 跟他们说 跟上司会说 这个 武兰姑娘找到好看不好看 好看 好看 说啥呢 好看 白亚伟是不是这条狠子 是 是狠子吗 是 大声点 是 是 我今天当着众位乡亲们的面 我要宣布一个消息 武兰姑娘 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白问话的婆姨了 好 不是 快跟我回来 大概这么多人给你丢死人了 是 就是 不是 刚才武兰姑娘说我丢人 你们说我丢人吗 你们说我丢人吗 不丢人 不是去婆姨的 不丢人 搞回事 武兰姑娘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婆姨 谁要欺负她 就欺负我百万万 啊 好 小虎 小虎 这孩子 好 放哪儿小店 谁 上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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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стве 你快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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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烦了 真是烦了 连花儿娘都敢结 一帮废物 大人 如此胆大妄威之事 我想一定是革命党人做出来的 赶快封锁城门 把那些革命党都给我揪出来 大人 属下已经安排刑防的人 挨家挨回去搜查了 凡是行迹可疑 来路不明的外地人 一律拿来查办 白虎坊 粮食是你丢的 你说怎么办 只盼老爷早日将 窃贼和杀人凶犯 缉拿归案 说得轻巧 你派个娃娃丑粮枯 你这是毒职 是要杀头的 无危险 你个狗日的 大唐之少 你还想摔绑吗 来来来 摔摔摔摔摔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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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阳库被刀的案子进展得怎么样 人倒是抓了不少 可就是没人承认呢 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州府 如果再不破案 没法向上边交代呀 是啊 头疼死我了 袁瓒儿啊 不管这个案子是谁做的 最后我们都必须把这个案子 栽在革命乱党人的头上 只有这样上面才不会追究 两者的去向 你懂吗 大人 话是这么说 可革命党在哪儿呢 谁是革命党 最后不还是看咱们的一纸共状吗 大人 假共状好做 可盗关阔是掉脑袋的死罪 到时候你让我杀谁的头去啊 这可用我教你啊 大人 找几个替死鬼 这一招倒是管用 可万一让前老爷知道了 你以为前老爷就不想 早日把案子破了吗 只要你不说 我不说 谁会知道 是 还有啊 此事不能叫白文焕知道 以免又生出什么肢结来 懂吗 好 孩子啊 你叫了我这么多人干爹 可我到现在连你多大岁数了都不知道 那天你爷爷把你托付给我 我没有照顾好你 你放心吧 我一定亲手跟你保住 不枉才一人俩一场 你放心吧 我心里有愧 我心里有愧 这两库的案子已经有主了 是谁干的 一批山西来的乱党 为首的叫赵元 这次多亏了文贤和连财 这么快就破了案子 也让我安心了 知名字 大人 我们当属下的替大人分忧 那是分内的事 不像有的人敬给您添麻烦 张姓芳 人犯现在何处 在大牢里关着呢 候天出展 大人 文焕又一事相凶 讲 后天能不能让属下行刑 大人 这恐怕不妥吧 文华那 这些日子也出了不少的事 你回去 把护房的事好好地整顿整顿 文贤 在 我看这行刑的事 文化你就不用管了吧 这事 你不用再管了 当然 我也累了 你们 都下去吧 大爷 你稍微快点 有数 有数 好 你是赵元 毕人正事 还毕人正事 你个杀人结粮的囚犯 说话还闻肘肘的 你简直就是个禽兽你 你笑什么笑 我笑啊 偌大的一个三边县牙 却都是一群糊涂官 你自己不都签字画牙了吗 你还想抵赖啊 这位官爷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什么叫驱大成招 你看 看那位老兄的脸 你再看那位老弟的颓 那你身上不是什么伤都没有吗 我比他们明白事理 反正这个脏 已经栽到我们头上了 何必再受皮肉之苦呢 所以 你也不等他们用心 我就认了 原来你自己是个软骨头 不 不是软骨头 是我算定了 有贵人来救我 贵人 谁啊 你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叫白文焕 早听说了 三边县的白爷 为人正直 仗义 遇到不平的事 就会拔刀相助 在陕北名望极高 我想 你不会是徒有虚拟吧 你少跟我刷嘴皮子 你说不是你干的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一个算命的 山西人 到三边不过三天 他 卖砂锅的 河南安养人 到三边也不过五天 还有这位郎中 那就更冤了 刚一进城就被抓了 敢问白爷 你说我们几个人身地不熟的外地人 凭什么就能解你们的关控 也许你们有乱党做内应呢 可我们的内应在哪儿呢 这 这几大车的粮食又在哪儿呢 你们连问都不问就要杀人 这 这不是找替罪杨是什么 白爷 白爷 还是让我给这个案子算一刮笼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神不知 鬼不觉地 劫走官库 想必 作案之人 必定是本地人 而且对官库 十分熟悉 能把这么多的粮食 运走 并很快地藏起来 说明作案之人 一定早有计划 其他的 就不用我算了吧 你认得这个吗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应该是葛老慧的 慧情 什么 葛老慧 据我所知 葛老慧是鸿门一脉 常常用鸿门私柱的钱币 作为入会的凭证 和街头的爱好 所以有的地方 就干脆叫他们 同检会 大宝 大宝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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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没有谁 找虎跟沙的案子有多了 过来回去说一说 过来 哥 看情况 认识这个吗 认识啊 这是我们的汇钱 只有几个爷手里才有 你从哪弄到的 他是干什么用的 那个 那个只有两种警官下用 一种就是 做挂政买卖用的 还有一 还有一种 就是潜伏到衙门里 做内应的人用的 是 衙门里做内应的人用的 站好 大人 犯人全部押到 大人 时辰已经到了 请请 刀杀留人 老爷 这几个人不能杀 为何 捷光顾的不是他们 而是另有其人 不是他们是谁啊 属下一时 还没有查出来 但属下认为 盗贼 必定是三边县衙内的人 而且这些人 跟阁老汇有关 如果老爷 要把这几个外地人给杀了 必定会让真正的凶犯 逍遥法外啊 白虎坊 你要是这么说 我还怀疑你是坚守自盗呢 在案情真相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我自然也有嫌疑 你不要无理取闹 文化 你就别再生事了 老爷 属下认为此案有三大疑点 第一 这几个都是外乡人 初来乍到 连三边的地形都不熟悉 怎么可能轻而易举的 就截得了这批粮食呢 第二 就算是他们截下了这批粮食 但是城门都关着 他们能把这批粮食放到哪 其三 这几个人乱当也好 土匪也罢 他们作案必然要有理由 或抢粮冲击 或卖粮取材 可是他们在这贡状上什么都没写 就承认他们是抢粮之人 这如何服人 此案确实疑点不少 那 好 暂且还是把这几个人收监 等查清楚之后再说吧 大人 此案是因我而起 希望大人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来查 不出时日 此案定会水落石出 既然是你主动请应 那就交给你去查吧 谢大人 大人 在整个查案期间 不管涉及到任何人 无论他的官职大小 都希望大人不要袒护 那是当然 只要与本案有关的人 无论是谁 都要一查到底 谢大人 慢着 大人 白虎坊查案我没有意见 我是怕他如果公报私仇怎么办 还有 我们都是朝廷的当差之人 他想查谁就查谁 这要是传出去 那衙门的威信何在呀 这案子还没查呢 吴显成就害怕了 你可以第一个查我 要是十日之内你查不出一个所以然类 按照大清利率 你是要问斩的 好 十日之内要是没有结果 我认罪 空口无凭 立自为惧 文焕 你可要三思啊 大人不必替属下担心 我愿赌服输 弟兄们 所有的临街商铺 库房都要给我搜 大户人家的私库 也要一个不落地给我搜 只要发现有来路不明的粮食 一律封存上报 是 另外 搜是搜 查是查 千万不要惊扰了百姓 谁要是胆敢顺手牵羊 趁火打劫啊 可别怪我白文焕 翻脸不认人 是 搜 搜 跟我来 进来 进来 二爷 百分之后 真的在街面上查了起来 没有发现的 还没有 我就弄不明白了 这粮食 是大伙捐的钱买的 杀头的也不是他亲舅舅 这小子 他干嘛这么不依不饶呢 他也是一时成能 总想做三个别仙的老青天 大人 他要是真查出了所以然 咱们是不是 就按生死文书上说的办 那文书也签了 鸭也化了 那不爱我怎么按生的 咱也 当然这个 这这不是把我给坑死了吗 你看这 我上又老下又小 我不能死 我死了 不不败来 我这把这玩意 这怎么弄我来的 行了 别熬了 我若是我签的 也不是你签的 砍头的是我又不是你 好什么好 白文焕为什么会突然跑到法厂闹事 这个之前他见过什么人没有 见过 白文焕去大佬里看过一个从外地来的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 大爷 八成是革命党 吴大人 您来了 也不知道 合不合赵先生的胃口 舍面 耳识迷 舍面啊 耳识迷 看来赵先生不是山西人哪 这山西人比命重要的那就是醋和面哪 不仅给人送饭 还看人吃饭 这位官爷 也不是普通人吧 在下吴文贤 你今天 给我这个带宰的史囚送饭 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算个命啊 命就不老先生算了 我给自己算了一卦 大兄 乱世啊 看来是要改朝换代了 我算命就是混合饭吃 不过是皮皮八字属相 看看风水阴阳 至于改不改朝 那我可算不出来 不过 听你的话 倒是有些革命乱党的口风啊 先生诧异啊 这不是革命党要乱哪 是朝廷逼的要乱哪 是朝廷逼的要乱哪 我在衙门多年 看见到的不平事太多了 看见到的不平事太多了 官毕民凡 就你刚才的话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按照大清的律法 那可是要杀头 要满门抄赞的 还在哪里 当心啊 这隔枪有耳 不瞒先生说呀 我只是一个合则流 不合则去的小人物而已 我不能说媚心话 我是个有良心的人 良心在个人的肚子里 好坏啊 自己知道 谢谢你的饭了 我知道先生是冤枉的 这个前线令又生性多疑 赵先生 你先在这忍耐几天 一旦有机会 我一定帮助您脱离这牢狱之灾 大人 怎么样 赵元不是山西人 是从南边过来的 这下太好了 就算革命党成事 咱也不用怕了 咱吃不了亏 你现在这算盘是越打越精 大人 我这算盘哪能跟您比呢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跟您学呢 您是我的榜样啊 大人 要是革命党成不了事 那个赵元再把咱们给兜出去 那可怎么办 那是要杀头的 が来 at 里面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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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耗不起 别着急 我心里有数 白衣 鼓楼一带没有发现粮食 白衣 从后面也没有发现粮食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挖地三尺也要找到粮食 快去找 慢着 今天就搜到这儿吧 弟兄们都累了一天了 白衣 南城一带也没有发现粮食 手笔活扬 你怎么来了 听说三遍出了一个不吃不喝不睡觉的怪人 我来看看热闹 你真打算断神仙呀 不吃人间烟火 可我哪吃得下去啊 日子已经过去七天了 你最后气象还有三天了 可是事情一点眉目都没有了 你呀 就爱打肿脸充胖子 脑子一热什么都不顾了 那个生死文书是随便可以签的 脑袋一人只有一个 可我白文焕不是个爱咬面子的人 我不想成这个英雄啊 你知道吗 粮食是在我手里丢的 这批粮可是三遍老百姓的救命粮啊 不把事情查清楚 我对不起三遍父老 也对不起欠老爷 又是欠老爷 就算是不是为了他 我也不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我白文焕 就算是死了也对不起那个小虎 当初小虎的爷爷 三寇九拜地把孩子托过 我也拍了胸脯 向人家老人家保证过 可是现在 我白文焕活到这么大岁数 我从来没做过这么对不起人的事 我做出了一楼 就知道那边的长大咨子 可以见到这个东西 有意思是说